中和區的干壓電塔地下化工程多年來因為預算不足 土地博用補償、工程流標以及施工困難等障礙 導致整體的工程進度落後 而經過這幾年的努力 日前立委江永昌邀請台電到福真里活動中心召開說明會 向里長和里民說明地下化工程已經在去年底簽約 預計要移除中和大牌旁 從喬河路到中山路之間的樹作干壓電塔 工程將在3月動工 預計要在明年8月完工 副整理理長蔡昭發表示 高壓電塔困擾當地已經有三四十年的時間 希望這一次可以完成多年來的願望 因為這個高壓電塔 在你以來已經有三四十年了 一些這個 基民都這樣很困擾 做成的困擾 我們也希望 我們任務法委員張永昌 可以稍微吹一下 可以跟台電配合 可以盡快把高壓電塔地下化可以完成 謝謝 而在說明會中 李明也十分關心在工程過程中是否會造成交通瓶頸 而里內唯一的小公園是不是在施工以後還能夠恢復原狀 台電人員表示 這次才潛頓工法會將對交通的影響加到最低 同時小公園也只會留下作業人孔不會造成李明休閒的不便 立委江永昌也強調會好好監督徹底改善居住環境品質 那有關於我們排水路原本的這一塊浦申公園 那會不會說因為要設置這個地下的這個電燃井有所影響 剛剛這個工程單位也說明了開挖深度是有 但是最後公園會恢復會剩下有兩個這個電燃的這個圓孔蓋 那在防汛道我們的施工方法是走這個潛頓 也盡量不影響交通為原則 大家都很希望這次不要再有任何的跳票 而是能夠實踐真正的高壓電塔下地 台電公司表示在農曆純潔過後 將對本次工程施工範圍進行臨房鑑定 以及工地位置設置等作業 進行後續的準備工作 預估潛頓工程大約需要一年的時間 而電塔下地作業預計在108年8月完成 世衛天空新聞 中和報導